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多内容江西旅游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旅游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旅游报道 景德镇乐平是干剧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当地戏剧文化氛围浓厚 去那里旅游你会发现一个全国独有的现象 就是城乡各地都有古戏台 每到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有戏剧演出 乐平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古戏台之乡 中国古戏台博物馆 今天我们就到那里去看一看 一股一新的两座特色戏台 乐平至今保留分布着 400多座造型优美风格各异的古戏台 因其数量众多 艺术绚丽 风格独特 而被建筑专家誉为中华一角 和江西最具特色的文化遗产 其中最具代表性 保存的最为完好的一座古戏台 就是位于镇桥镇虎烟村 名粪堂系台 这也是乐平唯一一个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戏台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虎烟名粪堂系台 它坐落于村落当中 那始建于清朝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一面呢 是它的琴台 那这个古戏台呢 是一个琴雨台 而且我们通过镜头仔细的可以看一下 整个琴台的这个上端 端顶 雕刻的非常精美精细 而且可以注意到一些细节 因为在古时候的时候 是没有电的 没有灯光的 那唱戏靠的这个氛围怎么来产生呢 上面有一些很多小小的这种反光的镜子 当阳光折射到上面的时候 就会显得五光十色 金碧辉煌 就起到一个现代灯光的一个这样的效果 虎烟明分堂系台 由晴雨台 香楼和明分堂四面环合组成 属晴雨双面祠堂台 又称鸳鸳鸯台 其中的明分堂 是当立村中的城市宗祠 据宗普记载 城市市居虎烟四十余代 明分堂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二年 祠堂建成十四年后 才开始筹建系台 据说 当时募集了能工巧匠七十余人 精心设计建造 历时三年才竣工 虎烟明分堂系台 是戏曲文化和宗族意识联姻的产物 它将戏曲活动 请进了森严壁垒的宗族祠堂 那步入到清雨台的内部 我感觉这边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都沉淀着厚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那在我身后 我们这个侧面看到的就是雨台 那么下雨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中间可能还细细哗哗下着雨 那台上依旧热闹非凡 唱着咱们当地的干剧 那两旁呢 因为有很多的长廊 那二楼还有这样的包尖 大家闺秀 就在包尖内看着台上的这个干剧 戏曲的表演 那么来到这儿 我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 古人这个工匠的一种这种技艺 并且可以看得出乐平人对于戏曲的热爱 虎烟民粪堂戏台是乐平古戏台的经典之作 被专家赞为古戏台之极品 其中相互背衣浑然一体的晴雨台 是主体建筑 以建筑奇巧复杂 装饰豪华艳丽著称 其设计之巧妙 结构之别致 雕塑之金工 布局之繁华 堪称一绝 它有四个特点 这个雕工精湛 它一个金雕西客客人物故事 这个龙凤 这个吉祥图案 遍不前谈 第二个特点它结构精巧 第三个特点 它装饰豪华 它这个前代都是这个汤金 彩绘 它遍不前谈 第四个特点呢 它具有这个中国古建筑啊 那种七十辉红的那种外观效果 鲍铃它是十级造力 它是五级鲍铃 一个时期 毕了一个作用 因为鲍铃上面 还有方便滑起 贴质给它通到地底下 历时一百七十多年的风雨洗礼 为什么虎烟民粪堂系台 仍然保存完好 危染毅力呢 据记者了解 这主要是得益于 政府和虎烟村民的齐行协力 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 保护古系台 虽然这期间 系台少数浮雕和工艺装饰 曾受到过破坏 但村民视其为真品 竭力保护 并在1981年 大家主动筹资修器 使其整个构筑 完好无损 焕然一新 除了这些修旧如旧 保存完好的古系台外 为了让古系台营造记忆 这项国家级非物质遗产 焕发新活力 乐平市顺应市场需求 把扶持发展古建产业 作为乡村振兴的一大重要抓手 新建了许多防古系台 其中最具特点的 当属今年5月 在红岩仙境景区建成的 水上古系台 这座系台是亚洲最大的 水上古系台 也是红岩古系台 博览园的核心建筑 我们系台呢 占地面积有699个平方米 最高点呢 有13.53米 然后我们是采用的 八星波罗格木 使用这个木材 可以使它的寿命 延长30年 游客朋友们 再次来到红岩景区 可以首先来这边 看看系 那在身后的 这个双面系台 一面呢 对着这个阁楼 那可以在这边 喝喝茶 吃吃糕点 看看系 那么另外一边呢 是湖边 大家可以饭粥 那在粥上看系 那这个环境 有山有水 身后就是这个 著名的红岩洞 我觉得在这样的 环境当中 看系别有一番风味 水上古系台 占地面积为 10.5万平方米 沿袭乐平古系台的 传统建制 俨然就是一座 飞夷文化传承的展示台 古系台装饰将工艺 和美术融为一体 美轮美奂 最令人赞叹的 就是它独特的木雕工艺 上千幅栩栩如生的 飞夷浮雕 由30多名当地艺人 手工雕刻而成 让人不得不赞叹 飞夷记忆的精湛 此外 系台采用了全木质结构 在施工中最大限度的 沿用了古法工艺 古系台就是说 没有一个钉子的 全部是绳毛结构 耗费了将近一年半左右 工匠大概是五六十个人 乐平的风格就是 那个就是飞檐嘛 就是那个翘脚 就是因为外地的系台 那有些它是没有翘脚的 在我们我们以前古系台 有那个中间那个着景啊 就是有回音的 因为现在有扩音器 以前没扩音器嘛 它中间着景就起 那个扩音的作用 虎烟民粪堂系台 水上古系台 一古一新两个古系台 它们代表的是 乐平古系台文化的传承 和创新 也是乐平戏剧文化的载体 如今 乐平依然保持一个传统 每到逢年过节 或者村里有红白喜事的时候 乡民们都会请戏班子 来演上几天几夜 而水上古系台 还会举办乡村旅游节 旗袍秀 音乐会等主题活动 乐平的古系台 在新时代 绽放出全新的活力和光彩 今秋时节 江西各地处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在吉安市的万安县 瓜果飘香 鱼虾肥美 村民们和游客们正忙个不停 大家都说 今天的生活太幸福了 在万安百家镇 阔布村 绿齐农业基地采摘园里 香甜的葡萄挂满之头 村民和游客们正忙着采摘 在现场忙得不一乐乎的采摘园 负责人介绍说 今年的葡萄诱惑丰收 我们那个珍品葡萄 今天效益很好 市场行政业很好 现在重量是20多亩地 采量4万多斤 效益有100多万 现在是30块钱一斤 不论采摘园 基地的稻鱼 稻鳖 稻蝦养殖区 也是热闹非凡 村民们正在起货 丰收的罗氏虾和肥美的鱼货 我们这边的话 稻蝦 稻鳖 稻鱼的养殖的话 收益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们这边的水产面积的话 达到190多亩 我们今年预计的收益在400万左右 在万安绿丰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的果业基地 一场精彩的密幼采摘赛正在进行 第一采摘比赛 现在开始 随着比赛哨声响起 大家争先恐后钻进果园 采摘 装包 运送 你追我赶 加油声 欢笑声 此起彼伏 其乐融融 现场 村民们还挥舞小国旗 用国品摆出 庆丰收 感党恩字样 表达收获丰收的喜悦 和对党的感恩之情 不少游客也加入到采摘行列 他们说 这些年农村美了 老百姓的生活富了 人们都过上来幸福的生活 来和我们群民在一起 分享这种喜悦 就是很开心 有一种自豪感 幸福感 接下来 我们将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和乡亲振兴 有效衔接上发力 开好局 骑好步 把基地打造成 即采摘 休闲 观光与一体的生态旅游景点 让乡亲们的乐子 越过越丰富 一座陈娇乡村 依托良好的生态和区位优势 发展生态种植和旅游业 开展宜居环境改造 着力打造城市的后花园 这个村就是上饶市万年县 陪梅镇坐马领村 从万年县城出发 沿着省道207往陪梅方向出发 行至约5公里处 坐马领村就出现在眼前 村庄里漂亮楼房整齐排列 村庄前 惊慌的道浪翻滚 珠西河蜿蜒而过 中心荡景点就在村旁 正在丰收的田野上 清除田耿杂草的村民 吴东泰对自己美丽的家园 逢人变花 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 风景好 山好 水好 高中原方面 无论到全村是吧 上到处都特别快 我们住这里特别爽快 中心荡景点是国家 珠西湿地公园的一部分 因为森林茂密 环境清幽 加上荡坝上经常形成的宽大瀑布 自然成为城市市民 郊游着打卡地 想不到这里这么美啊 茂密的森林 包括清明的水 然后节假日 带小孩以及朋友来到这里 逛一逛 走一走的话 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景象 感觉心情瞬间都放松了很多 过去 坐马领村是守着好生态 过穷日子 如今 好生态成了村里发展的金字招牌 村里通过招商引资进行大开发 不但聚集了人气 而且让村里的发展更有了底气 赏美食 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